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杨栋梁 杨栋梁 其实这个原因 我们不能够用以往的赌股业绩 去比较今时今日的赌股业绩 大家也知道 澳门来说 都曾经发生了一些事情 使到澳门很多的赌厅 尤其是VIP这些厅 收入是大幅减少的 這些收入VIP的大幅減少 將來很難去到2019、2020年疫情之前的水平 所以唯有靠公眾桌 叫做大廳 大廳之中一般的賭客都是屬於中下的賭客 不會說一推出去幾萬元的籌碼 通常來講玩來玩去都是幾百元幾百元一注 所以基於VIP的收入大幅下降的原因 所以千萬不要用以往的賭股市盈率 去預期它未來的市盈率 第二季的業績公元報之後來講 就算未來來講疫情不會再回來 以後再沒有疫情都好 我相信賭桌的收入增幅都是放緩了 即是它有升幅不過升幅是慢很多 就不會說去到2018、2019年這麼巔峰的狀態 所以短暫來講賭股我相信短期來講 都可能有少少要消化一下的 其實中國中央自從發了一些紅頭文件 就是鼓勵澳門的賭業應該發展一些非賭海的業務 所以他們2014、2015、2016已經做了 你看一看1928 它要去到3、4年前才動息 這個才是機會 其實你遲了銀魚 足足遲了5年了 所以在非賭桌業務上方面來講 所有的賭股之中 其實就是首選應該是銀魚才對的 在全部賭股之中來講 債務比率最健康的就是銀魚 你看看了 銀魚 那個債務比如這個資產 9.9% 你看1928 96% 1128和2282 就是美高梅和金沙 你看美高梅和永利 你看它 是在講134%和106%的 所以債務比率代表什麼呢 有一個風險 譬如說突然之間沒辦法了 疫情又再回來了 我們再要鎖關 鎖回兩、三年 鎖回兩、三年 我相信五間賭股全部破產 銀魚還有大把現金在那裡 所以不只是看 你說啊 未來的業務多好多好 你要考慮一下風險在那裡 它大把現金在那裡 它根本都沒有債的 你就算再關關 疫情再來兩年 銀魚都仍然是健在的 所以選股票 除了解基本因素之外 你看看就是它過往的操作 那個管理的質素 所以賭股 過去13年我也是這樣說的 你要是就不要選 不要買賭股 如果你買呢 我只選一隻 只是銀魚 往後看近一點的 一定是什麼 國慶那段時間 暫時來講 來國慶的時間 比較遠一些 尤其是它的股價 暫時都接近保利加通道頂線 如果你要買 大把機會 在中軸線是大把有得你賣的 你看看兩個禮拜之前 它插穿了保利加通道頂線 插到49元 都穿了 去到底線 為什麼你不買呢 為什麼一定要逼自己 一條頂線賣呢 Ethnet專業版HV2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動息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 來自然原來從 折騰 謝謝 折騰 折騰